谁能想到堂堂帝少竟然隐匿在这么偏远的山区 可真是好难找 这人可是本尊贤发现 怎么秦帝 苍龙战神的十个羽旋掌金 你想一个人独吞吗 哈哈哈哈 为什么话谁先击杀就算是还咋不打 定位 需求消息 别敢妄图刺杀我主人找死 我愣着干什么断着飞杀吗 我怎么 我 十一悬场金是老娘的了不不不主人小心 参见地上 参见地上 你们来干什么 回主人 神帝大人已查明真相 特派我等来 接您回家 两年了 现在才查清真相 不感觉太晚了吗 神帝大人知道错了 已经恢复您 百将监察室的身份 并特意让苍龙战神 告老樊乡 让您为那一家老小 讨回公道 既然如此 也罢 你替我颁不了 当命令 第一 让那个国医胜手 刘继风 立刻前往云城 并赏十万人去 全部入住云城 是 第二 彻查当年污蔑我妻子的凶手流眼 我要知道当年曾有真相 妻子 给我父母带句话 我要结婚了 请他们来云城参加 婚礼 结婚 云霄 云霄 你在哪儿 云云 你怎么过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要跟你钓鱼步步身子 你现在眼里又看不清路 又刚活跃 温伤的身体怎么了 这个普通女人居然是主人的妻子 难道是我还不够有魅力吗 我听到这边动静霸 我害怕你出事 没事 都熟悉野猫野狗 已经赶跑了 就是可惜 鱼儿也都真了 但是我给你煮了擦他 等我 贱人 今晚是爷爷的寿宴 你还不敢进口匯了 爷爷 同意我回去了 苍龙战神即将荣耀归来 我老公是因为他老人家的亲位长 一定会全亲一方 爷爷高兴 自然就同意你回来了 苍龙战神 死尖人 你耳聋了 你把嘴够闭上 要把牙齿打碎 告诉你个废物老公 我们会回去 李超 嗯 我不想回去 咱们肯定得回去啊 你不是想结婚吗 咱们得回去 拿户口本领结婚证就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呀 苍龙战神 你看 我就该扔你死 爷爷 这是叶龙特地从塞巴给您带回来的血灵芝 有延念易寿的功效 好好好 迎人有出息 叶龙更是人中龙凤啊 孙家这次要发达了 苍龙战神的亲位长 有这关系 孙家何愁不费荒唐打呀 爷爷您好 我叫秦潇 是语音的微婚夫 这个 是我自己亲手中的茶叶 祝您 你谁呀 你回去 真让你回来的 爷爷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又唐妹 你一个丧门心 爷爷怎么可能让你回来 你怕不是成心来记爷爷的吧 唐姐 你骗我说爷爷让我回来 就是想这样羞辱我吗 别叫我唐姐 我可没有你这种残废亲戚 就是也就只有你这残废和村夫 会把这垃圾茶叶当作宝贝 形势嚣张跋扈 不愧是苍龙的狗啊 你敢骂本将军 你找死吗 我不但骂你 我还骂苍龙那些老虫 你个臭臂善妇 苍龙战神也是你能威楼的 我瞬间不欢迎你 就给我滚出去 爷爷 拿这种垃圾当寿礼 你也赔管我叫爷爷 你不是想要钱吗 拿钱给我滚出去 我怀孕了 我想回来拿户口本 跟秦桥登记结婚 又唐妹 你这都瞎了瘸了 还能找到男人给你生孩子 看来你这勾搭男人的本事 可是一点也没少 孙盈儿 你 你什么你 赶紧带着你这穷鬼男人 和这破柴给我滚蛋 不然你信不信 我砸死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听着我闭嘴 你个欠夫 今儿敢吼我 你 盈儿 你怎么了 我肚子好痛 肯定是这茶叶 这茶叶有毒 是他 他知道我怀孕 想害我个孩子 你敢害我的孩子 你找死 敢打我的女人 你想死 秦桥 云云 你别怕 有我在 谁都不能伤害你 你个村妇 竟敢阻止本将军 害我不打死你 你敢打我 任何想欺负云云的人 都在当 我都干什么呢 把这个废物给我毙了 敢拿枪指着我 你们可知是死罪 笑死我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杀了他 杀了他 这 这怎么回事 一群废 我连他 冲着都打不过 发生什么事了 晚上 云云 修罗 别这么抓 小心 秦桥 想干什么 快放开我老哥 小心点 老子的狗 可护士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把他给我弄走 快点 刘红春秋 快养女儿 让鸡蛋狗松口 玥玥 我她女儿 妈 是我 爸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这位可是苍龙掌声 灰亚的得力干将 她要是冒险半点残疾 你们一家 就等那承受 昌龙掌声的怒火吧 昌龙掌声 小伙子 你能不能让她松口 松不了 我和云云这次回来 是想拿户口馆 严重结婚的 但是这一帮人 咄咄逼人 是他们自作自受 秦桥 发生什么事了 修罗 修罗她没事吧 没事 修罗呢 只是在为死去的一家人 掏点利息 你叫秦桥是吧 你看在我是云云母亲的奉赏 给我个面子 让那狗松口吧 好吧 修罗 还没发现 你 你是想害死我们一家是吧 你不就是想要户口馆吗 我给你 我这就给你 秦桥 这里实在是太吵了 我身体不舒服 那 我们连证据 好 走 好 好 对了 一个月后 是我和云云的婚礼 爸 妈 记得来参加 狗 你的狗 修罗 走了 你该养的人 还没出现 云云 拿到户户本了 开心吗 秦桥 你说 我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 我爸妈他们会来吗 还有你爸妈 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不会嫌弃我 你说我是不是配不上你 你胡说什么呢 你是我女人 我爱你这就够了 你父母呢 一定会来的 至于我父母嘛 不同意也得同意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真的太好了 秦桥 我们去领证吧 不着急 我呢 请了一位名医 他能治好你的眼睛和腿 结婚之前 总得让你尽见我的样子吧 名医 嗯 我就只有这些钱 要不 我们还是别治了吧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这位名医啊 菩萨新朝 免费给你治疗 真的吗 那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人家医生 医生到了 我去看门 来 毕少 昨天我刚收到消息 就第一时间从荆州赶来 那几个老头听说是给少夫人治病 连自己的肿瘤都顾不上 马上派专辑把我送过来 废话少叔 真是有钱 对 夫人 让我帮您检查一下 怎么样 能治吗 可以 不过需要两个小时 这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 嗯 玉玉 你要好好听医生的话 我出去办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 那你不要走远 我希望我重见光明之后 看到的第一个人 一定是你 好 老王 好久不见 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都起来吧 别跪来对去的 吓着别人 建议上 十万颜军 何时入驻云城 昨日你发布命令之后 十万颜军 你连夜赶着城外 是否需要他们入城 不着急 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做 我妻子恢复光明之后 我想送他用礼 老师 是北国的冰雪之心 还是南国的山海之类 抑或是 蛮子的镇国权杖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即刻率了严军 跟你抢过来 你现在好歹也是堂堂文国战神 也巧来像去跟个土匪一样 这些东西 我不需要 云云也不喜欢 我只要留下刘洋 还有四年起的真相 这件事情 你去办 傻瓜 怎么哭了 我这两年来 连做梦都不知道 你长什么样子 我今天终于可以看到你了 我实在是太开心 太激动了 好了 不许哭了 今天呢 是个值得开心的日子 医生呢 医生还有事情 我就先走了 不过我已经替你好好感谢过他 那就好 走 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等会你就知道了 来 慢点 妈的 你们把老子绑了 是不是想问我老爸要钱 我告诉你们 就你们这样的垃圾 老子见的多了 识相的话 抓紧把老子给放 否则 老子让你们吃不了 兜着走 奇象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这个 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第一次了 来 孙媛媛 竟然是你 我还纳闷了 是谁有胆子敢绑老子 原来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眼睛好啊 腿也好啊 看来为了给自己治病了 没想出去卖吧 游阳 你无耻 我劝你最好赶紧乖乖的把老子给放了 否则 别怪我让人 把你肚子里的孩子 抛出了喂狗吃 奇象 要不 我们还是把他给放了吧 孩子还没有出生 我们要保护好他 游阳你放心 只要我秦晓还活着 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的孩子 可是刘家势力强大 我们惹不起他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惹不起的人 你安心看着 看我是怎么不能讨债的 啊 啊 要做什么 要把我孩子抛出来喂狗是吧 你是个混蛋 你竟然敢被我鬼 我要救你死为十万段 啊 四年前 你把我老婆固然最想到的酒店行不鬼之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痛心天 你知不知道 我老婆这些年承受多少痛苦 你知不知道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飞了我一条腿 你还想怎么样 你害得我老婆哭瞎了双眼 我也让你感受感受 就安待无光的日子 别 别 我错了 四年前都是我的错 就想去放过我 秦晓 算了吧 你要是把他眼睛弄瞎了 刘家不会放过你的 一个区区刘家 我还没放在眼里 嗯 你看 我刘天海代表整个刘家 向孙家小姐孙云云道歉 四年前 我们刘家通过关系 收买了人证 污蔑孙小姐 勾引我儿刘阳不成 犯被车状 其实 是我儿子 贪出美貌 酿成大醋 孙小姐 对不起 请你原谅 不可能 我老婆怎么可能道歉 他有个来救我的 假的 假的 也都是假的 真相 真相 这个 才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秦晓 谢谢 谢谢你 云云 刚刚 刘家家主已经登门道歉了 四年前 是爸爸对不起你 我应该相信你的 快回家吧 好 我这就回家 我们回家吧 那 回家之前 是不是应该把证给领了 嗯 是应该把证给领了 那 他 放心 自然忽于为了收拾他 走 你 你 你的眼睛 你的腿也好了 都好了 爸 是秦箫找明依给我医治的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好好好 快进来 快给爸爸说说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我们一家人团聚 一个外人 你别掺和了 爸 你就让秦潇进来吧 我们已经 没事的 元元 伯父伯母这么多年没见你了 肯定有很多心里话想跟你讲 这样 你们先聊 我出去转转 秦潇 对不起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说服我的家人接纳你的 放心吧 快进去 臭小子 可别想进我家门 玉玉 快 里边走 回来 妈 你看谁回来了 玉玉回来了 这手里是什么 妈 我跟秦潇 玉玉 你这么快就跟这个小子 把这儿给领了 对啊 我们下个月举办婚礼 不行 你今天必须把这个婚给我离了 为什么呀 妈 你是不是傻呀 秦潇得罪了叶龙 叶龙可是苍龙再生的亲卫长 你和他结婚 那是要被牵连的 可是我的眼睛还有腿 都是秦潇找医生帮我治好的 还有孙家道歉 好 我亲爱也是因为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得了吧 刘家道歉 那是因为他怕得罪你姐夫叶龙 昨天你爸跑到刘家 警告过他们 要是不怀你亲白 就让苍龙再生 踏评刘家 不信 你问你爸 嗯 是不是你们搞错了呀 明明就是我 干什么你们 撤开我女儿 奉叶卫长亲命 捉拿剑副孙云云 立刻送到医院 取出腹中孽子 当强砸死 妈妈你们这是 那个废物 还有心思在这抽烟啊 怎么了 你还有脸 为怎么了 都怪你不知李叔得罪了叶龙 云云被他们抓走了 你就是说 刚才那个吉辅是 是呀 他们说把云云抓去医院 捧出孩子砸死啊 别跟他废话了 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们还是赶紧找老爷的 去去他们帮上点忙 你要是个男人 就用你的命 去换云云的命 不然我做鬼都会放过你 快走 叶龙 你是真找死啊 老师 你有什么在做 苍龙坐下有一条狗 要抛你师娘肚子呢 什么 老师 我这就去宰灵魂的 立刻下打军令 十分钟之内 我让十万严军过 封锁云城所有出入口 另外 开启天眼系统 快速定位你师娘具体位置 报告夜卫长 犯人孙云云已带到 还没有找到秦霄和他的狗吗 报告 没有 去孙云云家的路上 并没有秦霄的踪迹 管令下去 全程通缉秦霄 是 你们干什么 不要过来 不要医生 我求求你不要碰我的肚子 孩子是无辜的 求求你了医生 哪来那么多废话 逼他们操作 待会儿疼运过去 不就不疼了吗 哈哈哈哈 医生 我求求你们 你们放过我吧 得罪了叶卫长 你还想活去死吧 我求求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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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活去死吧 你还想活去死吧 一筷医生 从前幻 你敢消气呀 你死吧 在我喉口开枪 你干死我吗 哼 走 啊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苍龙战争 最后下的军医 你要敢杀我 你会没命的 苍龙说什么东西 叶龙大人就在江湖室看着 我警官你别乱了 叶龙你给我听好了 就算有苍龙要耿嘴护着你 我也要让你生 不如死 刘吉波 警察运营伤势 织不好 我拿你试问 是 怎么样 少夫人头部后脑梢 以及左脑 受到严重创伤 极有可能造成脑震荡 和失聪的危险 腰部 腿部 腹部 受到强烈打击 腹中胎儿 严重错误 若不马上治疗 恐怕会有流产的风险 甚至会危及 少夫人的生命安全 约约 都就能治好 一个小时 好 我给你一个小时 地上 所有人省在手术室外 不准任何人进入 若有擅闯者 杀无赦 生命 老郎 你给我去找叶龙 这是老帅 生 不 如 清香 你个狗东西终于出现了 来得够及时啊 报告业委员长 不好了 我们守在医院外面的人 被一群吃到暴徒干掉了 这些人应该是 云城地下势力的人 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一群拿枪的人 竟然被拿刀的人干掉 还有何脸面成为 我苍龙战神的亲卫 他们出其不意 所以 罢了 既然是非势力的人 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跟他们玩一玩 从筑地给我调三百人过来 我要亲自会会这个秦霄 是 秦霄 我没抓到你 你应该感到庆幸啊 没想到你竟然主动跑过来送死啊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这你都看不出来 我老说的意思是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你找死啊 拿枪指着我 也不知道苍龙是怎么调教的手架 竟然纵使你们 欺负到连他都不敢招惹他存在 苍龙战神都不敢招惹他存在 谁啊 他秦霄吗 龙国狼王在此 拿枪指的本王 你是将以下班上吗 龙国狼王 你要是龙国狼王 我他妈还是中海虎帅呢 你这个假令牌 倒是做得挺逼真啊 秦霄 你在哪儿找的演员啊 演技不错啊 连龙国狼王都演得有模有样的 到了 颜军怎么还不到啊 老师 马上就到 他们的速度真是够慢的 请叶龙 那天孙家宴会上 我就不想留你幸运 看在我岳母求情的份上 放过你不知悔改 还想害我妻儿 此罪不可恕 据我所知 你叶江在云城里 不过一个二流家族 还特地了解过 没错 二流家族怎么了 我告诉你 即使是二流家族 也是你这辈子无法企及的存在 没怎么 不过就是想让你业家 家破人亡 我没听错吧 你也太会装了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调动了三百将士 正在赶来三江医院 等一会儿 你们都得死 臭小子 倘若没有发生宴会的事情 是十万严军 十万严军 不是狼王的部下吗 似乎会出现在云场 你再在这危言耸听 信不信老子已经崩了你 是真的 叶委长 他们不仅接管了我们的驻地 还封锁了云城中校的出入口 我们的三百精锐 已经全被建了 什么 这不可能啊 叶委长 上头是不是有什么命令了 十万严军进云城 这不明摆着和苍农战神作对吗 不对 既然已经被封锁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 我 我也不知道呀 那是因为 是我故意让人把他放走的 总得有人跟你通通报信 你说是吧 你 你真的是狼王 如假包换 参见狼王大人 是消毒永远无助 刚才 刚才只是 你还要解释什么 都用私兵伤害孕妇 以权压人 聂龙 你真以为有苍龙照亮你 你这么无法护天吗 啊 毁杀我 老师 最头一眼沉浮 请你判罪 秦香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连狼王都叫你失望 你惹不起的人 你不会杀我的 对不对 我们是连锦 我们都是孙家的女婿 按照备份 你还得叫我医生 姐 姐夫 你肯定不会杀我的 你不会杀亲戚的 对不对 连锦 你要抛我老婆肚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们是连锦 你要杀死我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们是连锦 你现在有什么脸 跟我提连锦二字 你不觉得可笑吗 秦香 我没放 我错了 是我医生糊涂 我不是人 我 我是畜生 你找我这条狗 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 这样真的 你真的连一条狗都不如 是 我 我狗都不如 我 我不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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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少年 我要让你活着 我说了 我要让你叶江 压迫神老 你忘了 喂 爸 叶楼 你到底招生了什么可怕的人物 我们叶江破产了 你 你 正式跟你介绍一下 我的老师 世界第一商业帝国 盘顶天下的少爷 奇笑 盘顶天下的少爷 请来我这小小的云场 看来老天是要灭我叶龙 灭我叶家人 你放心 我不会少年 我要让你好好活着 我要让你好好地看着 我是怎么杀苍龙 你小梗的 杀苍龙战神 就算你是盘顶天下的少爷 又如何 你还能杀一国战神不成 恐怕你还不知道 我的老师 还是神殿少主吗 地上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那天上的人 他两年前不就消失了吗 我走 你个混蛋 天下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你折磨我算什么本事 我杀你如同捏死一只蚝蚝 老郎 把他给我带着去关押行了 并且全程封锁消息 免得苍龙那条老狗听到疯声 我不敢回来 是 子王 有事啊 老师 上面查下命令 说北京出事了 北蛮知道我帅大军离开之后 迅速集结了三十万大军 准备大军进发 北蛮不在我审殿长部范围之内 非我足类欺欺欺欺 这样 你先回去吧 可是 你不用担心 这个世上 还没有谁能伤到我 不是还有神殿那些地位在吗 好吧 不出五日 我必杀过北蛮的鬼子 让他们不再敢接班龙国 老师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一起去杀了苍龙那个畜生 行了 别默契了 赶紧回去 玩去罗平 是 允玉 允玉没事吧 妈你放心 允玉没事 医生已经给允玉诊治过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醒来 需要休息 那快把允玉抱去卧室去 好 请一下我问你啊 是你救了允玉吗 是啊妈 倒是没有看出来 你还真有点本事 妈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允玉 说把你伤害了 你说是你救了允玉 对啊 爸 哼 放屁 新闻上都说了 苍龙战神的轻卫长叶龙 滥用私权引发暴乱 被正好路过的狼王率严军镇压 如今叶龙被关押在云城的大牢里 听候发落 你自己看看吧 好你个青小 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你是不是想骗我接纳你对吧 妈 我说的都是真话 您看您二位怎么就不信我呢 你说是你救的 难不成你还能耗力狼王 可别告诉我你是什么大家族的少爷 我不信 没错 我父亲是神殿之主 神殿 那是个什么地方 是一个令所有战神都温风丧的地区 你再不好好说话你给我出去 妈 我就是在好好说话呀 好 那我问你 你妈是干什么的 集团老板 这样 那亲家母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上网查查 排领天下 好 你个小子 你耍我是吧 妈 您别生气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知道排领天下集团是什么集团吗 那可是世界一流的商业帝国 你妈是排领天下的老板 那你怎么还带着云云住乡下呀 这件事情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撒谎 你们找个接地气的撒谎 我看你是没怎么读过书吧 不然怎么会口出忘言 还神殿 你小说看多了吧 我五岁就开始读书了 八岁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别人大学 才能完成的学业 十二岁 我还获得了英 法 轮 三国联合不是证书呢 云云怎么就看上你这么个 口出忘言的废话 爸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 您考考我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这幅字画 你看得出是出自哪位大师吗 这个呀 和苏居士的字画 呦 这都看出来了 你怎么看出来了 因为我就是和苏居士 不过 这幅画不是我的真心 连个高考都算不上 快 快出去 以后不准再来我家 更不准再打扰云云 快 臭小子 这么晚才给我打电话 你都快急死老妈了 叶家已经被灭了 儿媳妇怎么样了 云云啊 已经没事了 放心吧妈 对了 您千万记得 过几天和我爸来趟云城 结婚之前 双方父母总得见个面不是 这还用你说 对了妈 还有件事啊 得麻烦您一下 您在我房间把那些字画 拿我和苏居士的账号 拍一些照片 然后发到农国新闻论坛上 然后再寄给我 好不好 放出去 要说什么吗 你就说 三天之后 和苏居士要公开拍卖一些字画 这个狼崽子 敢挑戏到老夫的地盘上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 三龙大人 狼王有帅君撤离云城 需要提前把叶龙放出来吗 叶龙那小子办事不利索 让他在牢里 好好的反省反省吧 大人 有没有可能 京都那边已经查到 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 你多虑了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人能查到我们的事情 那一定是四年前监察司的何云飞 不过 那小子已经被老夫灭了全家 大人 监察司是那位神帝之子所建 若这位弟子查到我们的话 恐怕 弟子 他早就被赶出了神殿 我派域外四大高手找了他三年都没找到 估计早死了 不必担心 是 传令给云城三大家族 本王回归之日 要大百宴席迎接 若是令本王不满意 后果自负 玉玉 你们这是要去哪 我们要去趟老宅 刚刚爷爷打电话过来说有急事 玉玉 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妈 你让秦萧跟我们一起去吧 这样也好多个照应 那行吧 你去 别乱说话 听我们说就行了 好啊 那快走吧 什么枭 你个王八蛋谁让你进我们家门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这是死了男人啊 还是丢了钱啊 像个泼妇一样 孙娇是你一个人的孙娇 你放死了 刘红啊 刘红啊 老爷子寿宴我只是有事耽误没来 你女儿这个贱货带个野男人 害我女儿这笔账 咱们是不是得算贱贱账 我看你才是个贱贱 你再敢对他们出言不讯 信不信把脸给你闪着 秦宵你家夜龙都进去了 你哥这装什么装呢 我家女婿只是进去几天而已 等苍龙战神回到云城 肯定会把他放出来 到时候你们一家都得完蛋 苍龙啊 在我眼里也不过是条虫 一条虫 你竟敢说苍龙战神是虫 秦宵你完了 我告诉你 你想死可别连累我们孙家 你这话可跟我们孙家一点关系没有 都说够了没有 若是让你们来商量如何解决刘家的事情 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刘家的事情 上次刘家家主刘天海 判人送来了一千万的礼物 现在听说夜龙出事了 要把礼物送回去 那把礼物还回去不就行了 我已经把礼物折现 投入项目里了 这一时半会儿我也冲不齐 你们快想想办法 一千万又不是一千块 我们那有什么办法呀 爷爷 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快说说 把思雨运交给刘阳抵债 几年前刘阳不就觊觎他的美色了吗 把他交出去 肯定能平息刘家的怒骨 刘阳现在眼睛都已经瞎了 而且现在还半身不死 你们还能指望他出什么事 不可能 刘阳堂堂刘家少爷 前两天还好好的 你骗鬼呢 不计你去问问 昨天我打 你说什么 你打了刘少 难怪刘家突然要收回礼物 你这是个少魅星啊你啊 好你个轻小人家刘家可是看在我女婿夜龙的面子上 才主动给孙音韵赔礼道歉 你倒好 反而把人给打残了 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害我孙家吗 爸 看来现在不仅要把孙音韵交出去 连这个狗东西也得交出去 孙雄 你就是个废物 娶个老婆跟破妇一样 你这也是个野蛮人 你说你有什么用 废物 四年前云云出事 我想挺身而出 可你呢 你惧怕刘家为由 让云云门不冤四年 要说废物 到底谁才是废物 你人 你再给我说一遍 四年 我编了四年 我不想编了 你把我从董事长的位置撤下了 我没意见你收回我的股份 我也没意见 可现在云云回来 我们一家子好不容易有点盼头了 可你 我坚决不会同意你这个决定的 你就滚住嘴 你们一家 从滚住嘴 从家中冲鸣 滚就滚 反正这个家 我也带不下去 我受委屈 没关系 可云云有了身孕 委屈谁也不顺于是他 这孕妇还挺不错 我起码还是很暗语的 别提交 咱们走 自立门户去 这一个委屈 咱太太不受 好嘞吧 你 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呀 离开了孙家 不就等于给孙力那个建认 讨位置吗 没了收入 咱们怎么生活呀 这家不是还有一百多万层款吗 一两年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得了吧 就一百万 能撑到一两年 云云生孩子不要钱啊 营养费和坐月子不要钱啊 我外孙出事后 那吃喝拉撒都不要钱呀 妈 没事的 我能挣到钱 你能挣钱 你这挣个屁 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 出去找工作 都没人要你 妈 您放心 我真能挣到钱 你就吹牛吧你 爸 您想另一门祸 我支持您 您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提供资源和资金的 帮您东山再起 得了 这是有屁 爸 我 请一下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扶我进去休息吧 好 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爸妈也不会被赶出家族 芸芸 你相信我 没有了孙家的限制 岳父反而会更易飞冲天飞黄腾达的 齐霄 你不要再说大话了 我知道你是怕我担心 你绑架刘阳救了我 我很感激也很感动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你出事 万一你出事了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我怎么办呀 芸芸 这个世上还没有谁能伤害到我 你就安心吧 你 齐霄 你到现在还在说大话 你一切不是这样的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你呢 先休息一会儿 我出去一趟 山青天来了 你们是公司员工吗 出示你们证件 百江监察司办事 无关人等 一旅离开 否则一同罪乱除 孙雄一家被逐出家族了 是啊 董事长 孙山太说已经和孙雄跨清界限 让你有什么事去找孙雄 和他们没关系 既然如此 你去找孙雄 就说我儿子因为他女儿导致残疾 要么连本带息赔偿十个亿 要么就给他女儿准备一副好棺材 是 董事长 我这就去 想给我老婆这部棺材 刘天涵 你想死吗 楼下保安都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随便就放人上来 你 你是哪位 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孙雄的账子秦霄 你儿子就是我打残 孙雄家的女婿不是叶龙吗 我可没听过哪个叫秦霄的 叶龙啊 昨天刚被我关 不过你没听过我的名字 不要紧 百江监察司听过吗 没是百江监察司的 没错 这位便是百江监察司的总指挥 不可能 百江监察司怎么会来这小小的云城 更何况 堂堂监察司总指挥 怎么会在这里当一个小小的女婿 你们别小骗 莫总督 你来得正好 快 快把这些不法废子抓起来 秦先生 我莫兴风 管理云城治安不当 还请治罪 治 治罪 莫兴风堂堂云城二把手 竟像眼前这年轻人下跪 难道 你认识 十三年前 您和那位老人家 在京都论道的时候 我和老师 还有那些大人物 在门外等了三天三夜 出现时 您还是一位少年 好像 有点影响 秦先生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您来了 倘若是您要对付刘家 我一定为您马首是瞻 既然如此 那就可手探罪了 经监察司查时 天海集团涉及严重的偷税漏税 恶意可控农民工公司 还掩带了多起杀人埋尸的犯罪事实 按监察司律法 应斩首示众 什么 斩 斩首 冯总统 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 你帮我说实话 自己犯下的错 自己承担 咱们一个官 一个伤 毫无交情可谈 请教 不不不 秦先生 是我有错在先 关于孙小姐的事情 我真的很抱歉 可是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道歉 别说明真相了 打到你儿子的腿 戳下了双眼 我已经消气了 但你明完不灵 变本加厉 我很生气 秦先生 是我也是糊涂 是我笑的眼 你原谅我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你刘家注定要走向回 你也终究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莫清风 你既然已经知晓我的身份 想必也清楚我和苍龙的过节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应该清楚吧 明白 那刘家的收尾工作就交给你来做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我保证不会出现一丝一毫的意外 请秦先生放心 哎哟 几年不见 小王都博士后了 真是年少有为 比我那个废物女婿强多了 是啊 小王 听说你这一回来就当上大学教授了 真是有出息 叔叔 我这次来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明天市里有一个合宿居士的作品贩卖会 您喜欢的那位合宿居士也会亲自到场 我想明天我来接你带你亲自去看一下 是吗 小王 那真的太感谢你了 要是能真的见到合宿居士 这辈子就要直了呀 叔叔 您跟我就别这么客气了 想当初如果不是云云把修生圈丢给我 可能我就已经死在河里了 只可惜 四年前云云发生那种事 我没能及时赶回来 不过叔叔 您放心 这次回来 我已经想到替云云报仇的办法了 至于云云怀孕的事情 叔叔阿姨 其实我并不在意的 只要能让云云接受我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云云肚子里的孩子 如果能打掉的话 那是最好的了 你慢走个屁 想打掉我的孩子 你找死 这位是 他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废物 诚实不足 败是有云 尽给云云找麻烦 昨天啊 还害得云云 差点背着跑肚子 原来你就是秦霄啊 谢谢你替我照顾了云云这么久 不过 从今天开始 云云还是交给我来守护 至于你和云云的孩子嘛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打掉他 我给你两百万 第二 如果你直接要这个孩子也可以 不过 一分钱都拿不到 少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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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你个废物 谁让你动手了 哎呦 小王 你没事吧 疼不疼啊 哎呀 我没事 不要紧 哎呦 快起来 你还不快一点跟王杰道歉 云云 你知不知道这个家伙跟他说了什么 他说 等一下 云云都让你道歉了 你还剿别什么 不管怎么说 打人就是不对 赶紧跟人道歉 我要是偏步呢 不道歉 难不成女孩有理了 你知不知道王杰和云云是亲为竹马 你要是不道歉 就立刻给我滚出这个家 阿姨 我想秦耀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现在不要因为我伤害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你刚刚说的话 不就是在伤害我吗 秦耀兄弟 对不起 我刚才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 不过 这也能从侧面说明 你确实很爱云云 这样王杰就放心了 你听一听 人家小王多大度 再看看你 就几句话 就跟别人打架 真是没素质 就你 跟街上小火鬼有什么区别 王杰 秦香他最近压力大 一直没有控制好情绪 对不起 云云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 我怎么会因为这点事 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这次回来 特意给你选了一个礼物 你看 哇 好漂亮呀 阿姨 这可是南国的山海之类 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宝物 秦王 你出国留学也没几年啊 怎么可能搞到这种东西 叔叔 我就是在南国留的血呀 南国王子为了巴结我的表舅 特意将这个山海之类送给了我 王子都要巴结你表舅 那你表舅的身份 怎么是很高贵呀 也就是一国战神罢了 难道你表舅 就是苍龙战神 叔叔 这件事您知道就好 那条 又是苍龙这条老狗 小王 真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这层关系呀 真是前途无量呀 云云 还不快谢谢小王 谢谢你啊王姐 不过 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况且 我现在有老公了 更不能收一新的礼物了 没事的云云 要不 你就当我是替其要求你送一个 毕竟 他既没有钱 也没有什么权利 恐怕这辈子 都送不了你这样的礼物 来一条小 相对的这种大 你骗得了他们 你骗不了我 骗 秦晓 你什么意思啊 南国的上海之类 是南国女皇身份的相承 别说他一个苍龙老狗的外戚 就算是苍龙本人 死了一个决 秦晓 你这是在当着我的面 侮辱我的表舅吗 当你的面怎么了 就算是当着苍龙老狗的面 我也照骂不顾 秦晓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信不信得我表姊回来 第一个命啊你 对不起对不起 是秦晓口无证拦 他也是情绪积动说错了话 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苍龙战神 秦晓 不会说话就少说话 没人当理是哑巴 滚回屋去 回什么我 你赶紧给王杰道歉 你个废物 别牵连我们一家 算了吧阿姨 像他这种没有素质的相扒佬 我也懒得跟着自己 哎呦 肖王 你真大度 秦晓要是有你十方之一 我们家云云也不用这么委屈了 恶心 没事的阿姨 只要云云愿意 我随时都可以去 这个项链就交给你保管了 等他想通了 你又替我交给了 哎呦 好好好 阿姨一定好好给你保管 我就先走了 明天我来接你们 路上当心啊 秦晓 明天我们去参加和硕军事的排卖会 王杰应该不会带你去 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嗯 没意见 他能不能进去啊 还不一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喂 我知道了 马上到 明月 爸 妈 你们先吃 别等我 这小子 一天到晚神叨叨的 也不知道在想会啥 主人 自从叶家破产之后 珠穆大人就收购了叶氏集团 并交由属下接手 但属下在交接工作的时候 发现这份血书 就在这间办公室里 那这个字是谁写的 属下通过监控发现 是一个女人 您看 燕羽 是她 看来 燕羽也知道 草莲药会云城的消息了 有查到她送继吗 属下无能 调取了全城的监控 也未能查到飞嫂的位置 已经是小飞的女人 如果她想赌 你们很难查到送继的 当年的事情 有没有找到其他什么断念 当年何云飞一家被灭之后 参与瓜分的有叶家 穆家 还有几家尚在调查 但奇怪的是 穆家一年之间 突然变卖了家产 所有人一夜之间消失 只剩下穆家家中 剃发为丧 这倒奇怪了 不过啊 燕羽既然会来叶家 就一定会找那个姓墨的 这样 你家派人手开场寺庙 一旦发现燕羽送继 你可通知我 是 对的 主人 关于拍卖会的事情 属下一言排妥当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参加人员的名单给我看一下 黄旗 孙影 怎么了 主人 没事 就是看到了两个讨厌的名字 那属下这就将他们踢出名单 不用 这个参加人员的名单 还没下发是吧 名单刚统计好 准备今晚发出情节 里面那个叫王杰的 给他一个假情节 你懂我意思吧 明白 那这孙盈儿 孙盈儿是叶龙的老婆 她和叶氏集团 有没有什么关系 她这几天 一直来公司闹事 说她有叶氏集团 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一直叫我们还给她 但她只是协议股权 叶家破产之后 根本不能兑信 你给她个消息 如果她能够拍到 和宿居士的真迹 就给她百分之二十股份 并且 孙盈儿还能得到 一大笔投资 主人您这是 照顺的做就行了 是 太好了 不愧是我的好顺女 居然收到了和宿居士 拍卖会的请柬 爸 这有什么稀奇的 都说了 我女婿叶龙 只是暂时被关进去 他们肯定是 看在叶龙的面子上 才给我们机会的 等操龙大人一回来 我们孙家 定能一飞冲天 说的对 叶龙啊 还是真有本事 比顺雄那个废物女 一枪多了 爷爷 如果这次 我们拍到 和宿居士的真迹 就能拿回 叶氏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还能拿到一笔投资 这次 您可一定要支持我呀 支持 一定支持 不管花多少钱 爷爷都支持你 哇 这里这么多人 这个和宿居士 有那么厉害吗 傻呀 何耻是厉害 这和宿居士 简直是先人在世 才华无双 十年前 他一幅画 就卖到二十亿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知道和宿居士 现在的高晃作品 在黑社就能卖到 几千多万 高晃都这么值钱 更无望是真迹了 哎呦 能见到如此人物 真是三生有幸啊 阿姨 你知不知道 能参加这次拍卖会的 至少都是二流家族 和亲人物 三流家族的人 根本都没有资格 呦 这不是被老爷子 赶出来的老四吗 怎么也来会展中心了 爸 别喊我爸 不是退出家族了吗 我说老四呀 昨天在家里丢脸没丢够 又跑到这儿来丢脸了 丢什么脸 孙力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你以为你们是谁啊 这可是和宿居士的 星座拍卖会 就你们 能拍得起吗 我不拍 我看拍不行 你连看的资格都没有 哎 你们有邀请函吗 说谁没有邀请函呢 小王 拿出来 亮下他的狗眼 嗯 就算有邀请函 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啊 齐修那个废物呢 怎么没见他人呢 别给我提他 以后我们家没有这号人 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未来的女婿 王杰 可以啊 孙芸芸 你这腿跟眼睛好了之后 勾搭男人的本事 可是长进不少 这怀着孕 都能找到接朋响 你呦 孙芸 你这话可真够酸呢 你男人夜楼进去了 就见不得别人好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家王杰 可是苍龙战神的亲戚 这邀请函 就是和宿居士 亲自送给他的 可比你家男人优秀多了 苍龙战神的亲戚 吹牛啊 是不是吹的 进去不就知道了 过来验一下 我们先进去 验证失败了 刘虹 你可真是春里牛都不打草稿 还合宿居士 亲自送的 你们家小王可真优秀 连拿的卡都与中不通 你什么意思啊 这卡是假的 小王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假卡呢 不是阿姨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我这卡明明它就是真的 你不是能带我们进去的吗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丢于仙人 孙瑜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还苍龙战神的亲戚 你太不靠谱了吧 他不是我男人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爸妈叫的这么欢 他不是你男人 那秦霄呢 秦霄去哪了 你这个贱人不解释解释吗 我的女人 何须解释 明月 对不起 我来吧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不回家电话也不接 我 我说 哟 废物来了 闭嘴个女 你敢吼我 你再废话 信不信我还敢打你 你敢 我可是能参加 合宿就是新作发布会的贵宾 你一个连门都进不去的废物 敢打我 你说的 是这个吗 好你个青霄 竟敢拿一张假的药签 还来糊弄人 性秦的 你想干什么 你还嫌孕不够丢人啊 我老婆的倪成衣是你能称服的 你丢人我可不会 因为我的邀请函是真的 你个废物 存心来作应我不是吧 赶紧鬼蛋 妈 我的邀请函是真的 秦霄 你就走吧 你还嫌我们不会丢人吗 秦霄 我们走 哎 不艳艳怎么知道 艳个屁 小王都没有争开 你的会是真的吗 试试我就知道了 验证成功 这怎么可能 钱箱怎么可能有真的邀请 村井的贵宾 您可以进去的 前面有贼同人员吗 啊 我 好的 这位先生 请进 哎 我说的是除了卡 我们记得 你 你 越浮越膜 请 这废物 哪里来的卡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你 混蛋清宵 你他妈敢羞辱我 我要玩私密活运的猫 告诉老墨 我要吃鱼了 就是四年前坠楼的那个贱女人 还有她的那个肺不老公秦霄 我要她两条腿 这就是合宿居室的作品拍卖会啊 要是真的能见到合宿居室就好了 合宿居室不就在这儿吗 还天天被你们说成是废物 秦霄 你跟我过来 我有话问你 哦 我问你 你最近是不是在跟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没有啊 怎么了 那你这邀请函哪来的 你跟我说实话 老王知道吧 知道啊 怎么了 他是我徒弟 上次刘洋就是他帮我帮了 你又在这里说大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是我徒弟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的 远远 等老王回来呢 我让他亲自跟你解释 拍卖会要开始了 你先过去 嗯 哎呀 好呢 走吧 走吧 可惜了呀 合宿居室的作品 我是没有实地拍下 爸 说不定 您还真有机会 以低价拍到镇基 低价 你当合宿居室的作品 是大白菜呀 等着看吧 一定可以的 低价拍合宿居室的字画 哎呦我说老四 你这女婿真是越来越不靠谱的 咱们哪都有你 这么多位置 你就不知道去别的地方吗 老娘今天就要坐这了 你都怎么着 你还真够不要脸呢 别人讨厌你 你还非要往上凑啊 算了妈 跟他们费什么话 咱们还是跟你坐下等镜拍吧 就是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对了吧 三千万的资金 你可是答应要资助我们的 不能反悔啊 放心吧 卡都带来了 只能刷到合宿居室的真迹 立马刷卡 呸你呸了 这么多钱 说自助就自助 这老头也太偏心了 行了 你就少说一口令 诸位 开卖会正式开始 这儿一共有四幅画作 其中只有一幅画作 是合宿居室的真迹 竞拍开始后 大家可以用桌上的专属名牌 写上价格 然后投入字画对应的箱子里 这个新玩法不错呀 不懂合宿局势作品的人 很可能是花了钱 却只拍到了房屁 老夫钻研合宿局势作品十年 今天这规矩 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那可不一定 我一定要拍到真机 投一个吧 投个屁 人家投标都是几百万起步 咱们连几十万都没有 去投标 成情丢脸是吗 这又没有标明底价 不是想出多少 想出多少 你想出多少 十万 一块 疯了吧 那可是合宿局势的星座 一块钱 我是在误误他 爸 您没发现 今天的新规和以往 有什么不同吗 有什么不同 我猜测 今天呢 应该是合宿局势 为了回馈粉丝 举办的活动 让那些喜欢他作品 又没有能力 买下来的粉丝呢 有机会拍下来 此话怎讲 现场 只有一幅真机 那在场这么多人 不可能谁都 别别的出来真机 对吧 那么多人啊 就你能拍到了 真当你是天选之子呢 我试试怎么知道啊 反正就在参与 这几块钱 对吧 也对啊 重财参与 那就试试 天哪 我们又不认识字画 这可怎么投呀 妈 我昨天晚上特意在网上研究了一下 这合宿局势的话 有他专属评论 你看这第三幅画 这幅画 和我在网上看到的运营一样 一定就是这幅了 你确定吗 等等 这幅灵鸟专目图 也不会有和宿局势的分音 我想想 对对对 我也觉得就是这第一幅图 你看 这丛林看似镜子 却给人与风相扬的感 很明显 只有和宿局势 才能画出这样的意境啊 对 不像第四幅 太古诚了 一看 就是假的 哎 这第四幅画 就是一条孤独的口 什么玩意儿 一看就是假的 这第二幅 瑕疵也不少 应该也不会是真技 只剩下第一幅 和第三幅 好难抉择呀 我说老四 你还真打算竞拍呀 是不是有钱 有没有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拍到真技 就凭你们这种穷鬼 就算认出真技 也没有钱投 女儿 快做抉择吧 妈相信 那就第一幅吧 第一幅机会最大 好 就投这个 爸 投这个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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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三千万 我们一块钱就算投进去 也只会被当作是笑话 还是走吧 爸 我已经投完了 你说什么 这幅画我看没人投 然后我就投了 这幅一看就是假的 你投这幅不是闹笑话 哈哈哈哈 投第四幅 老四 你是女婿 可真有意思 废物 你这个废物 真是干啥啥不行 出球第一名 妈 咱就投了一块钱 第四幅没人投 咱们赢命很大的 什么 一块钱 你们就拿一块钱投拍 老四 你家再没钱 也不至于成成这样吧 太抠了 很明显 他们根本就不是诚信投拍 装装大块的样子罢了 一块钱参加投拍 真是笑死人了 和宿居室是何许人意 怎么会画出那种垃圾货色呀 用一块钱来投 你这是看不去和宿居室 还是看不去我们这些粉丝呢 我可以 你看你干的好事 真是不足 败是有余 爸 你别生气了 是啊 爸 还没到揭晓答案的时候呢 您别着急 你说得轻巧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摊上了你这么个女婿 哎 这个女婿我可不认啊 哈哈哈哈 哎 我说刘红啊 你家这女婿啊 真的挺好的 最起码都逗人开心 可真是个火宝啊 等着瞧 万一第四符就是真心 在真正结果公布之前啊 一切就有可能 可能个屁 这第四符 狗都不选 我以为外人都能看出这是假的 万一是真的呢 要是真的 我给你三百万 要是假的 你赌什么 你说了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要是假的 你就要等着 给我寻狗叫 诸位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参加此次竞拍 其次 本次竞拍将采用 抓揪的方式进行 我将随机抽取名牌 抽到谁 谁就是今天的幸运儿 早知道是抓揪 我都不行 请我 啥事 都讲这个诚意 万一你拍到真迹 两千万 立马变成二十一 你那倒也是 其次 和宿局势就在现场 但因为某种原因 不方便公开露面 和宿局势就在现场 别整了 看见 你也认不出来 恭喜一流家族 长林峰先生 以一的价格拍下第三幅画 恭喜李华 以两千万的价格 拍下第二幅画 真迹 我拍到真迹了 你不是说第一幅才是真迹吗 骗你的 傻瓜 你 恭喜孙山泰 以三千万的价格 拍下第一幅画 拍到啊 傻瓜 拍到了 我们孙家 老爷子 您好 我是军工集团的胡天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将这幅画转卖 吴总 叫我小吴就好了 您要是愿意转卖 我愿意出五倍的价格 再提您一份 和军工集团合作的协议 您看怎么样 吴总 您这就有些过分了 说好的全凭实力 是吗 您一言不合 就开始抢字画了呀 什么叫他母女说 他不是昨天 和他军工那边 谈一百步的 是有效应 所谓军工其中的福总 那可是洞洞讲 东洞商省 都要创造的存在 于霜 你这话说的 可就不对了吧 什么叫抢 我胡天主动邀请的合作 价值可不低于实意啊 洞叔叔 那你这成也太刺了吧 合宿居室的话 倒在十年前就吵到十亿了 现在没有三十个亿 你恐怕还没有资格拿到手 我的画现在都这么巧手了 老爷子 我爷爷特别喜欢合宿居室的话 我愿意出三十个亿 您可愿意转让给我 另外 我再加一条 只要您肯卖给我 我沐家今后所有的生命 你孙家都有一半 说说说吧 我沐家在东盟三首 是想当当的首成 一言计出 四马能追 沐家可真是大手笔啊 既然如此 我沐家 岂能居于人下 老爷子 除了刚才他说的一些条件外 我额外附加一条 将来你孙家 想进入军工业 我们沐家 出让百分之十的市场笨合 并加以扶持 我们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什么 咱们家终于要发达了 爸 你还愣着干什么 答应你答应啊 这样难以拒绝 老爷子 您这是答应了 答应 好 我马上让人准备合同 等一下 这是哪个不张言的 那有什么等啊 不说二位 这话呢 是真是假的 不知道的 就这么着急买 秦潇 快闭嘴 别胡闹 你个废 这什么场合不知道吗 该定坐下 别惹麻烦 我说的是真话 如果第一幅是假的 第四幅是真机 我说秦潇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 说不到专 你问我们再讨所有人 这第一幅跟第四幅 哪一幅才是真机 不好意思各位 刚刚话筒没电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第四幅画 然后揭晓答案 等什么等 结果显而易见 也不差这点时间 那就再等等吧 好的 我总听您的 恭喜孙雄先生 以一元的价格 拍下第四幅画 太好了爸妈 怎么中了 闭嘴把你变 天天会丢脸了 咱们家要发达 我高兴啊 发达个屁 我怎么就贪上 你这么个女性 真丢脸 爸 您别这么说嘛 经期马上就到了 万一第四幅是真机呢 你还没吹牛 爸 妈 我去趟洗手间 那秦潇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宇悦 宇悦 有事过得来话 接下来我们公布最终档案 恭喜 莫总 答案就快揭晓 咱们可以先签合同 等拿到块 我第一时间给你 那三十亿 是不是 恭喜孙雄先生 以独特的眼光 拍下 德素质的真机 不好意思啊各位 中了 成绩 爸 您没听错 第四幅就是成绩 不可能 怎么会是第四幅 就算不是我这第二幅 也不可能是第四幅啊 你个破组之人 是不是就收钱了 你有没有搞错 不是第一幅 这是第四幅 不好意思各位 你们刚刚所看到的 第四幅画 只是真机的冰山一角而已 你什么意思 工作人员 请揭开合宿军事 新作的神秘面纱 让这幅冠古古济图 展现世间 画中画 这是在传说中的画中画 终于知道 爷爷为什么这么坠 这幅和树机事的吗 这话 让我想无类 千古习画 画尽人生百胎 画尽人生孤寂 这才是 核树机事的神韵啊 罢了罢了 罢了 云他爸 咱们有了这幅征迹 一倍充电呀 哈哈哈 你还不说话呀 你哭什么呀 爸 不就是一幅画吗 您哭什么呀 你搞个屁 你根本就不懂 这话 太妙了 不就是一些人和狗们 有什么稀奇的呀 操作 短钱 你懂什么 那你说说 这到底画出什么了 画出了 无限 你仔细看那些人 游离在山川和城镇 象征着时代在静 象征着 岁月长河的繁华 如果没有那条狗 这只是一幅 被自于清明上河图那样的 祭石 如果有那条狗吗 如果有那条狗 此画的意境 顿时就提高了几个层次 看那狗坑的火头 代表 是不在意他人眼光 转型极道的境界 在反观那些人物 各有千秋 却行同路 看似不同 实则大同 是真正的反思 而那条狗 才是真正的羔羊 看看我这老丈人 是真喜欢我的 在众生面前 野狗献孤寂 在野狗面前 众生皆孤寂 此话 每一笔都不从事 每一笔一个细节 不全是这公计二字的含义 野狗为了点 批判众生 这是批判 这是独特 这是大道无减的 这个轻轻 众生 万象死 您真的好懂我 谁说你 我说的是和服局势 胡总 我们刚刚谈的合作 您看 合作 什么合作 我刚提到合作了吗 慕小姐 那您 不好意思哦 我有健忘症 你们怎么能这样 爸 你说话呀 别丢人心眼了 哎 哎 老爷子 你不打算付款吗 三千万的假话呀 不带回去多可惜呀 嗨 孙先生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爸 爸 卡 这话可贵的很啊 你可得罚款好了 千万别摔着了啊 爷爷妈 我们走吧 别再丢人了 等等 你们 是不是忘了点 你想干什么 我记得刚才你跟我打鼓说 如果第四幅化石真迹 要给我三百万 怎么 是忘了 还是想赖账啊 秦小 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又是怎么对待我们呢 我不会是向你学习罢了 你别太嚣张 等我女婿出来 有你好看的 你拿什么认为 苍龙那个即将退休的老狗 会为了一个下人 去得罪证实众人的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总有一天 老天会让你们都缓缓 你家女婿一楼那个畜生 也只是一点力气 盈儿 你没事吧 妈 我不舒服 我想回去了 好 我们这些先回去 走 孙先生 还是刚刚那个条件 您可否将这幅画 转卖给我 胡家是军功联名部下 戴论在东盟三省的影响力 远远不入我们墓下 您若是将此画转让给我 我保证 在东盟三省的一流江湖 有您的遗迹之力 孙兄 你赶紧答应啊 发什么呆呢 是啊 爸 这可是您东山再起的好机会 实在不好意思 这话 我不打算了 能成为一流家族的机会 你别这么拒绝 孙先生 您一定别着急拒绝我们 再讨论考虑 我们 不用了 孙先生 当便看一下您的原因吗 我这一身 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收藏一幅 合宿巨石的作品 实际上 有更多 比今天更宝贵的东西 所以 抱歉了 既然如此 孙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不管您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找我帮忙 至于回报 能让我到你家 欣赏欣赏这幅画 就够了 好的 胡同让我欣赏 必须可以 孙叔叔 您若有困难 我们沐家一定帮忙 到时候 就让爷爷 亲自到家里边 掏扰 掏扰 合宿巨石的话 我终于收藏了一幅 好你个臭老头 万道不外卫生 就拒绝了 三十个亿 外加成为一流家族的机会 真是气死我了 你不懂 爸 您不后悔了 后悔什么呀 这叫传承 你懂不懂 如今 我们自立门户了 得有个传家宝 以后 这幅估计图 就留给云玉 和我的小外子 做个导账 你什么意思呀 你想啊 这会儿现在价值这么高 一旦消息传出去 以后深植的空间 岂不更大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哈哈哈哈 哎 云玉 云玉呢 哎呀 她去上厕所 这么久都没出来 哎呀 秦修 哎 打个电话问问 好 秦修 王启云 云玉手机怎么在你这儿 很简单的 因为她现在就睡在你旁边了 你说 王杰 你敢伤害云玉 我他妈把你碎十万的断手断脚 你信不信 是吗 哈哈 云长这么大 你能找着我再说吗 不跟你说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体验孕妇的滋味了 哈哈哈哈 王杰 王杰 哎 哎 发生什么事了 云玉 云玉被王杰打架了 啊 什么 这个我猫蛋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云玉现在有生育 不能够受刺激 快快报警啊 啊 妈 您放心 我一定把云玉平安带回来 雨昭光 一分钟之内查查查我老婆具体位置 否则 系统外界 龙杰 你要干什么 你快放开我 你快放开我 干什么 孙玉 你是真不懂 还是在跟老婆说什么 四年前你不是挺骚的吗 哈哈哈哈 王杰 你有话好好说 不要乱来 好好说 我劝你还是待会儿省点力气好好叫吧 不愧是云成都一名女 这腿真是诱人呐 哈哈哈哈 哎 挣扎 我就喜欢你这样 哈哈 黄杰 你要是敢伤害我 秦霄不会放过你的 秦霄 他这个废物 他这个废物 我会怕他 我早就在外面安排好人手了 只要他敢来 我就打破他那两条腿 哈哈 黄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还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十年前去 勾引刘阳那个废物 老子那点比方那个败家废 我没有 我没有勾引他 是他我叫我的 贱人 还怎么在我面前做 我以后掉效益上来 你这都像狗狗一样 瞅着我玩你 哈哈哈哈 王启云 我杀了你 杀了 紫下 秦霄 你怎么上来的 秦霄 秦霄 看看你喜欢这个扫养 我就忍不住 今天 我就要当着你的面玩他 哈哈哈哈 王启 我要将你千刀万剐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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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一遍 你带我处理了这个畜生 对待你回家 我 你说吧 你想怎么死 你想杀我 你杀了我 你就不把我表着藏户在人杀你吗 你说错了 是我杀他 杀他 就凭你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啊 参见地上 我主人 罪徒已全部服出 你是那个山地之子 杀了 是 秦霄 你不能杀我 不 地上 你杀 我表着是藏龙在人地上 记住 在他身上给我划一千刀 若少你一刀他就断了气 你就自裁 放心吧 主人 属下保证 一千刀之后 才让他断气 云云他爸 咱们还是报警吧 谁知道秦霄那个混蛋靠不靠谱呀 再等等 报警 若不让王杰知道了 我担心云云会出闪事 哎呦 秦霄这个混蛋 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 真是气死我了 等他回来 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哎呦 终于回来了 秦霄 云云怎么了 没事 妈你放心 这事受了惊霄过度 多睡一会儿就好了 过度惊霄 秦霄 请告你 作为丈夫 就应该承担起男人的责任 你如果保护不了云云 就趁早离开他 妈 今天的事情都怪我 怪我没有看好云云 我发誓 以后必须不会让他受半点伤害 发誓有个屁用 我问你 王杰的王八蛋现在在哪里 一定因为董家随 硬了橘子了 真是便宜了他 等他出来 老子一定要揍他一顿 妈的 敢欺负我女儿 好了好了 云云没事就好 你赶紧抱他回房 就休息吧 好 这不是二姐吗 大晚上的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四妹 你这话说的 我们是一家人 我是代表老爷子来请你们回归孙家的 你看怎么样 一家人 当初赶我们走的时候 怎么不说一家人啊 现在不就冲着我们手上有合宿军事的话吗 别这么说嘛 老爷子也是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 才 收拾你点小心思 回去告诉老爷子 我岳父岳蒙以后 和孙家再也无关系 秦霄 我们孙家人说话 哪里有你插嘴的份 秦霄说的对 想让我们回去 没忙 你们赶紧走 我们家不欢迎你们 老四 二姐求求你了 你去跟我们回去吧 老爷子说了 如果你们不回去 就把我们母女逐出家族 你看看盈儿 她怀有身孕 夜路如今也进去了 夜家也已经破产了 如果我们被逐出孙家 可就没有活路了呀 而且你这是何必呢 快起来快起来 老四 我给你磕头了 你回孙家行吗 真会也 你是什么人 我还不清楚吗 刘虹 你想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们赶紧给我滚蛋 别在老娘我面前装委屈 要论委屈 我们家渔市比你们委屈得多 当年你们有帮她说过一句话吗 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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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给我归远你 我可以 刘虹 刘虹你给我开门 妈 算了 他们是不会帮我们死活的 大不了 我们就离开孙家 刘虹 算你狠 就找一人 老娘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住个条 老师 北京一战 大获全兽 满国十五万大军 我留下了五万具尸体 十万严军 一人未亡 恭喜 需要我率十万大军一起回去吗 不用 你一人回来即可 谁啊 这么晚上打电话 老王 谁 龙国老王 你这个小王八蛋 又开始忽悠人了是吧 妈 真的是老王 你要不信的话 您接个屁接 一天到晚生生叨叨的 我看看云一圈 对了老师 还有一件事 我想 您应该感兴趣 什么事 我抓到了几个月记的人贩子 你猜 他们是谁的人 苍龙 是的老师 他们说 苍龙坐下 一个专门负责和境外独销合作的家伙 已经回到了云城 名叫胡刀 嗯 此人曾是云城地下室里的龙头 两年前 杀害何云飞一家老小的家族 就是他联络的 他回来干什么 不清楚 但我感觉 云城 要发生大事了 我还正显示 无不当的 你的消息我知道了 早点回来 有点意思 曾 你这是在找人跟你探路吗 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云一醒了 说明天想去做产检 你陪他去 嗯 好 大伯 要不你帮我们向老爷子守就行吧 都是一家人 何必闹成这样呢 孙盈儿 你未免也太把你们母女当成一回事了吧 这些年 老爷子对你们照顾的还不够多吗 是是 大哥 你说得对 求求你 再帮我们说说话吧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赶紧滚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好一个不客气 孙风 你给我记住 哪天我回来 第一个先不放过你 你一个被野男人抛弃的贱女人 拿什么来说是我 拿你那个不知道死到哪儿去的老公吗 你 胡道 对不起 莉莉 我回来晚了 胡道 真的是你了 是我 我回来了 但是你想象不到的全是回来了 英文 快 这是你爸爸 愣着干嘛快叫爸呀 爸 哎 好女儿 这二十年 让你受委屈了 原来你就是孙丽的野男人 我就跟这个老东西说 三天之内 必须给我老婆和女儿道歉 让我跟孙女家 将不够存在 这两个土包子 你俩谁接待一下 你好 我是在这个美美APP上面看到的 咱们这边是有一个产检的套餐是吗 又是平民软件上来的 它以为上面的价格就是店的价格了 小声一点 美美APP上的套餐已经过期了 现在我们店的套餐都是三万起 三万 这么贵 我们可是美贝尔产检中心 当然贵了 请问一下有优惠吗 我说这位孕妇 我们这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消费得起的 您要是没钱就请走吧 别当我们做生意了 说谁的阿猫阿狗呢 这就是你们福态的是吗 请消 算了 我们换一家 哎呀 还真是穷人脾气大呀 怎么了 说你们两个是穷鬼 打击到你们脆弱的自尊心了 道歉 你说什么 笑死我了 我凭什么给你们两个穷鬼道歉呀 不是给我道歉 是给我老婆道歉 不可能 滚不滚 不滚我就叫保安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怎么办 瞧瞧瞧瞧 做穷人就要有做穷人的觉悟 以后记住了 不是什么地方 都是你们能随便进的 进去之前 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 滚吧 你敢打我 打你 是你的荣幸 对不起对不起 我老公他太冲动了 打了人一句道歉就可以吗 你想怎么样 只要我能做到 我都答应你 我让你跪下 给我道歉 是 怎么了 不是说好什么都答应了吗 敢让我老婆跪下道歉呢 你还是第一个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不就是力气大点吗 算个什么东西 有保镖跟随 一看就是富家千金 哎呀 这小姐 您是来产检的吗 是的 哎孙玉 你怎么在这 小姐 你们认识 何止是认识 还熟得很呢 一个是没学历的男人 一个是勾引刘家少爷的贱女人 我能不认识 笑话 吓死我了 还好不是这位小姐的朋友 小姐 您跟他们有过节 有 我这就把他们轰出去 您稍等 好了 打我的事情 我可以不跟你们计较的 不过现在立马带着你的老婆 滚出去 我要迎接贵客 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你那滚过来见我 我老板很忙 没时间打理你 你不打是吧 我打 打呀 您倒是打呀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把我们老板叫出来 孙玉 你这男人还是这么凶装逼呀 喂 三分钟之内 让美贝尔陈姐同学的老板 滚过来见我 负责 后果自负 哎呦喂 还后果自负 演的可真像 这位小姐 我先叫人带你去体检一下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就好 也好 秦枭 你走不走 老婆 我说了 今天必须要在这做产检 你就是周 我 你能不能承受一点 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玉玉 秦先生留步 秦先生 我是美贝尔的老板 是我遇下无方 得罪了你 对不起 请您扰说 老板 您认识人了吧 他就是个穷逼 闭嘴 这 是你们造的人是吧 你们可真会挑啊 挑的都是些狗眼看人敌的人是吧 秦先生 您听我解释 我也不知道 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不管是不是高档场所 穷人就不肯以为人权吗 即便穷人消费不起 连最基本的尊重得不到吧 啊 秦先生教权的是 可这 也不是我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那是我的问题吗 责任 这个孙女秦先生 还得赶紧道歉 秦先生 是我永远 无不 是我永远 不是太上 我为刚才的话 跟你道歉 给我道歉没有用 给你们个机会 去把我老婆追回来 如果她高兴了 一切都好说 她要是不高兴 你们懂吧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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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着干嘛 还不过去请孙小姐 好好好 我这就跟孙小姐打电话 打呀 愣着干嘛 我 我没有电话号码 混蛋 我不是说过了吗 来我们产检中心 检查的客人 都要第一时间登记 别说登记了 连一句好话都没有 这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 秦先生 我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给孙小姐找回来 好好地跟她道歉 对 对 秦先生 您就高开贵手 放过我们一次吧 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谢谢秦先生 谢谢秦先生 主任 我们找到飞扫了 天山佛庙 我马上到 你们不要千句话到 我还有事情要做 对了 刚才进去那个孙盈儿 我老婆很不喜欢 知道怎么做吗 知道知道 我马上 把她轰出去 你知道就好 记住 我回来的时候 如果我老婆还是不高兴 后果四复 秦先生 慢走 帮你满意 滚了 我美贝尔不欢迎你 以后全城的美贝尔都不会接待你 什么情况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们想死吗 那我倒想知道 我爸是 我爸是胡刀 外号金龙 什么天龙 得罪了秦先生 都是一包丑 小姐 要不要我打电话 把他们垫砸了 不用了 你没听他说 我们得罪了谁吗 秦先生 除了秦霄 还有谁姓秦 小姐 难不成这个秦霄 很有身份 屁的身份 不就是仗着拿到了合宿居室的针迹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姐 那我们怎么做 回去找我爸 去孙云云家里 把那幅画抢回来 是 天龙 好久不见 二十年了 没想到你当了和尚 物是人非 说吧 找我什么志 还有三天 曹龙转身就要回来了 我提前过来 是要请你帮忙找两个人 什么人 何云飞的老 你说什么 何云飞 不是说 何家人都死光了吗 怎么冒出何老子 你 不是怕了吧 废话 这何云飞背后的势力 恐怖至极 凌驾于农国之上 难道 你忘了吗 斩草不出根 冲锋吹又生 你就说 你能不能找到我 能 还有一个是谁 另一个就是 神帝之词 那位天上人 在云城 不确定 你只要注意 关注一个 二十三岁左右 不得让人 冲锁云朵 台积的青年人就行 好 保在我身上 这是你的保证 我这次再多了 你三老头 你可真能赌啊 你是何云飞 妻子 老鬼 难命难 就你这三脚漫步步 也想杀我 想逃 没那么容易 师主 你有何贵感 我施你吗 师主 平成格力你的吗 当年何云飞一家被害之事 你可有参与 你是谁 我是教子命的 你到底是谁 我问你 当年何云飞一家被害之事 还有哪些家族参与 我凭什么告诉你 就凭你的命 现在掌握在我手上 是我 云朵台积 你 你是神帝之子 没想到 你还能识得我身份 看来你应该知道的更多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告诉我当年何云飞一家被害的时候 还有哪些人参与 我给你留个全尸 胡道 快救我 小道老 追 喂 于晓 你在哪 爸妈给我打电话 说话被抢走了 我赶回来 发现他们也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云云 你先等我 我马上回来 我又飞于母厨这儿了 先跟我回去一趟 那 母厨坟呢 外面有三十个地位守着 逃不掉 走 云云 云云 家里没有人 给我调动附近所有监控 给我查可疑车辆 是 主人 查到了 您看 放开 救命啊 有儿子 放开 查 给我查这辆车具体位置 查 是 主人 沐秋风跟丢了 你说什么 三十名地位 三十名 连一个人都抓不住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四面后面有一个石窟迷宫 沐秋风穿进迷宫之后 我们的人不熟悉路线 所以 给我调动全城的监控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我揪出来 免得他向苍龙告密 是 是 地上 面包车的位置查到了 在花子酒吧 喂 花子酒吧 跟我救你师娘 你们想干嘛 放开我吧 你们把我的话拿哪儿去了 你们这是绑架和抢劫 是犯法的知道吗 抢劫 孙丽孙颖二是你吗 连红 没想到吧 孙丽 是你张若把我们抓来的 你疯了吗 快把我放开 你敢咋我 喂 你个贱肉 二姐 你这是干嘛 我都是一家人 你快好好说吧 一家人 我跪着求你们回家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 妈 别跟他们废话了 等孙丽一到 就好好折磨折磨他 妈把鱼 鱼怎么了 也没怎么 就是把他爷绑来 陪着你 孙丽 你知不知道你是犯法的要坐牢的 你们想进去陪着夜龙吗 哈哈 老娘怕坐牢 告诉他 我老公可是这云城的地下王 外号天龙 就是二十年前把你抛弃了那个父亲啊 没错 如今 他带着无尽的权势回来了 放开 爸 不过你来了 鱼 鱼 爸 妈 你们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不是让你别回家的吗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我担心你们 好一个猛死女校呀 两个贱人 死到临头 有什么遗言要说的吗 二姑 盈盈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哪来这么多问题 废话真多 孙丽 你不是凭着那幅画很牛吗 是让人家产检中心的老板 都给我轰出来了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在这云城 谁才是天 不舒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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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妈 妈 妈 我怎么做 妈妈 妈 可不是撕到摊了 老婆先送盈儿庭医院 好嘞 慢点 妈 敢动我女儿 老的不要再送给你们 先生我们老大去医院了 麻烦你在这里等他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 几个垃圾而已 这女人长得很不错 老子很久没有开婚了 接下来干嘛 滚开 哎呦 这不是当初在云城第一美女吗 这么多年 还是这么得意 哈哈哈哈 啊 啊 放开 放开我女儿 滚 放开 老子这么多年没开婚了 明天 必须再过把瘾 啊 你给我 我去了 我女儿怀着孩子了 你不要乱来 孩子太棒 妈 怀着孩子好啊 老子就喜欢孕夫 你 老子给你推吧 孩子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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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敢咬我 去 我的肚子 妈 怎么一个个肚子这么不敬的啊 哎 哎 开脚路 你 老狗 你找死了 你少 小谷 在 上了 你们还在那边干什么 炸 你来住他们 啊 小死 哎 哎 啊 就这 胡奶奶 你别 别 插我 雨昕 雨昕 姚光 通知刘继风立刻过来 三分钟之内 我要封锁华子酒吧 事儿办不好 后果自负 是 这一拳是替我越富越魔打的 我的屁股 这一拳是替我老婆打的 我有 你饶我错了 我不是 你饶了我吧 我问你 关于我的身份 跟谁说过 说 没有 我本来你要穿没空到的 但他不是 仓龙还有几条过来 三 二 三天 我不太听过我说的 姚光 在 你省段多 把他给我带回去好好审审 给我查出来 当年参与因为这一家草案的凶手都有那些 我一个都不会放光 杀吗 当然要杀 但不是现在 三日之后超红回归 我要让当年的凶手都给我跪在何家中的能为钱 用他们的头颅 鸡天小飞在天之灵 是 让刘迪峰的客过来 查看我岳父岳母一家人的上市 我还有事情要做 喂 老龙 我命令你马上给我找到胡斗 我要让苍龙底下这条狗 不得好死 你是谁 龙国狼王 狼王 你怎么会在这 毕竟战士不管了吗 区区几个蛮子 弹指可破 倒是你们这群毒瘤 可不太好清理呀 你要干什么 杀你 老师 请你处置 老师 王王 他是谁 你看他一国战神 竟然叫他老师 人间天才千千万 没有秦霄天上人 什么 他是地 地少 操龙坐下的狗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人讨厌的 你果然在宾城 看来主上知觉没有错 此次一年还乡 不是功成身退 才是英雄买狗 英雄买狗 就像苍龙 也配成英雄 主上如马一生 听你变强多年 牢狂攻高 怎么就撑不上英雄 这些年可利用职务之便 拐赖妇女儿童 贩卖军行危害国家利益 不用我一一列警了吧 他顶多算个蛀虫 人不为己 天主地命 好一个人不为己 天主地命 我问你 当年何云飞一家惨 是不是你牵的头 是老了干的欲子鸣 你是不知道 何解一百三十多颗惨壮 特别是何云飞 被我砍了一百多刀 都成肉泥了 他死了明目 我杀了你 你杀呀 你又能就杀了我 给我拿个痛快的 老王 我改主意了 我不要他死得太痛快 你懂我意思吧 就要跟我老实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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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要死个痛快吗 这生不能死的感觉 是我们 是我们 你干 你干什么 我错了 你你要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我问你 当年云飞一家被害 都有哪些家族参与 说 你您家和我家 谁 是你 何宿居室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是小和 真的是小和 我也在这儿做检查呢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何宿居室的 秦下一和 萧下一宿 可不就是 何宿居室吗 沐小姐 有时候人太聪明 可不是一件好事 怎么 何宿居室 准备杀人的变口了 我没那么喜欢杀人 那你能为我做幅画吧 我沐宇生 亲自给你做人提摩的 沐小姐 我有老婆 没什么事的话 别打扰我 何宿居室 以你的身份 去十个八个都不成问题 怎么 难道是我沐宇生没有魅力 你离我远点 别对我这么绝情了 我有个消息 你肯定想知道 我没兴趣 蒼龙战神明日回归 你怎么知道 谁告诉你的 蒼龙战神给我们三大家族传信 明日他回归之时 三大家族在云城大摆宴席 让我被重礼过去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呢 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要不为我做话 好 做话可以 不过我要你沐家为我做件事 明天蒼龙回归的时候 我要你沐家给他送的惊喜 老老 把他关到牢里去 有罪论罪 该啥就伤 是 沐小姐 希望今天的事您别忘了 事成之后 保你沐家扶摇之上 放心 不想 儿子 我和你爸已经到云城了 要不要安排亲家一起吃个饭 好 那我和老王接你们 今天出了点事情 我岳父岳母不方便出文 咱们自家吃 岳父岳母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二位就是我父亲和母亲 你 快叫爸妈 妈妈 婚礼都还没办 叫什么爸妈 我女儿可没你脸皮厚 我 你别叫我妈 爸 你别叫我爸 上次你是怎么发誓的 你说以后不会再让云云受到伤害 可结果呢 结果你又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害得云云差点用 哎 儿子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 苍龙坐下的一条狗 绑架了我岳父用陆云 什么 孩子的爸 你到底是怎么管理百姜呢 连苍龙的狗 都欺负到我儿媳妇头上了 你管不管他 百姜这么多事情 我一个人管得过来吗 没事爸 明天 我亲自解救苍龙 嗯 记住 别牵连无骨 您放心 我不会牵连任何一个无骨职 但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职的 两年前 我把你赶入神殿 你可有怨言 这件事情啊 我知道您心里有愧 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 我已经不在意了 您放心 就算您不恢复我的职位 我自己也能搞成 如果有意外 记得通知我 苍龙死人 最大恶气 绝对不能 等等 打住打住 你爷亮在这说相声呢 相声 没有啊 你说神殿 什么是神殿 我记得上次秦香好像也说过 神殿 就是凌驾于百国之上的势力 而我 就是百姜之主 而我的儿子 就是百姜监察司总指挥 哈哈哈 感情情 奇修爱吹牛的毛病 是遗传的 哈哈 亲家 她可没有吹牛 哈哈 你是不是还想跟我说 你就是盘景天下统治长呢 你怎么知道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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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是神殿 我妈真的是盘景天下统治长 没必要骗你们的 哈哈 你当是证明啊 空口无品 你说是就是啊 哈哈 亲家 这是我亲自种的草药 吃一株延寿十年 全球只有神殿能生长 三年就长这么看 还挺像的 亲家母 儿媳妇 这两条项链是我的一笔心意 请你们一定要收下 这不又是普通的草药吗 我说亲家 做人呢 穷点没关系 但是要诚实 你说是吧 哎呦 这项链连个品牌名字都没有 一看就是个杂牌的 亲家 这项链可是全球限量的母子 莲心项链 价值十亿呢 我说秦潇他爸妈 你们是不是真当我和云云他爸 没见过世面 你们想给儿子长脸 作为父母 我很能理解 但是现在云云和秦潇 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咱们大家都坦诚一点 不好吗 好了 爸 妈 这饭菜再不吃啊 就要凉了 我 我 你又发什么疯 妈妈 你们先吃 我出去一趟 臭小子 天天就知道我外婆 要起风了 起风了 那我把衣服收一下 这股风 不会吹衣服 只会催命 大人 我们为何来如此荒浪之地 如果有人刺杀 我怕 怎么 你怕 属下只是怕 何家余孽 又大人不利啊 余孽 本王来此 等的就是那个余孽 四年前 何云飞那小子不知好歹要查本王 我灭了他全家 谁知他在外面有个相好 这四年一直是本王心中的梦魇 如果他还活着就是一颗定尸炸弹 可是他会来吗 今天是何云飞的忌日 如果他还爱着何云飞 就肯定会来 若是他不来的话 那本王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大人英明 苍龙老狗 今日我要你现在现场 来了 你怎么知道本王会在这 你这些年一直在让人找我 我知道你肯定是想斩草除根 今天是云飞的忌日 以你多疑的性格 肯定会来这等我 读我会不会来 不错 有点本事 不愧是何云飞的相好 那你有没有算过 今天会是你的死期呢 当年 如果不是云飞救我 不早就饿死街头 今日 我把这条命还给他 又有何惧 好 好 有胆识 那本王就送你上路 大人 我来吧 不用 本王亲自动手 就这点本事 还想给那小畜生报仇 你也配 怎么不说话了 难不成 你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下去陪那个小畜生了 不 贱人 你敢吐本王 有什么不敢 老狗 就算你杀了我 你也绝不会好过 等我一回来 你必死无疑 你说的那位是帝少吗 小贱人 他早就被神帝赶出了神殿 他要是能回来 何必要等到现在 也许他也是在等这一天呢 就算他能来又怎样 本王会怕他吗 你真的不怕吗 贱人 闭嘴 哈哈哈 老狗 你也知道怕 你怕 就对了 因为这里的河家一百三十口王魂 可都正看着你呢 好 那本王 让你 也做一个孤魂野鬼 哎 操龙老狗 对一个女人下手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什么人 老师 秦霄 是我 堂堂神殿寿主归来 竟无一点风声 秦霄 你是在等我吗 操龙 当年你逃过一劫了 你应该庆祝有活到今天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能在河家众人面前向你同龙砍下 也算能让小飞在天之灵对于爱心 哈哈哈 秦霄呀秦霄 短短两年没见 你学会说大话 这可不像天上人说的话 难不成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 能杀得了本王 谁跟你说 我是一个人 据我所知 神殿并没有传出你回归的消息 证明你的身边没有地位 还有你那个徒弟狼崽子正在边关御敌 你说你不是一个人 唬我 你为免对自己太自信了 定位 这怎么可能 昌龙 好久不见 墨天风 你不是在北京吗 你这是善离之首 大逆不道 要说大逆不道 你苍龙才是真的大逆不道 卖妇女儿童 贩卖军情 早思犯思 龙国有多少家庭因你而破裂 这一桩桩一渐渐 我早都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 什么 你不会真以为神殿你让你回云城 是安住我年的吗 不 不可能 本王不会死 这还是人家第一次刺杀战神呢 真刺激 你卫长 遥光 苍狼战神有何主教啊 你们真以为本王没有准备吗 你还有什么准备啊 副官 人都来了吗 碎物 昌龙大人 你要的人 来不了了 牧家丫头 你敢背叛我 老东西 我牧家什么时候跟过你 何来的背叛 你把他们怎么了 你是说云城庐林两大家族 他们 应该还在城里大摆宴席等着你呢 不过可惜了 你可能是去不了了 牧家丫头 若今日本王能活 你牧家第一个几天 恐怕 你是没有这个机会 好 很好 算你们狠 不过 就凭你们要杀本王 可没那么容易 去死吧 老狼 盗手 杀 不好 我等的一天 已经很久了 原来让你为何家一家老小的性命和出代价 给我砍 给我 滚 滚 狼崽子 你 你 你敢管你娘 我有何不敢 小飞 老师这就为你报仇 你在天上 好好看着 老师 要不要自己亲手报仇杀的 好 你 老狗 我砍死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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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霄崽子 老子 堂堂 一国战神 我秦霄 专杀战神 传令 姚光 立刻率领帝位 彻底封走宴会所有出入口 是 老郎 把他头颅砍下 随我回城攀罪 是 这胡桃怎么回事呀 电话一直不接呀 这苍龙大人马上就要来了 他不打算迎接了 我估计啊 他们是出城迎接主上去了 对 主上说呀 他先去乱葬岗 等那个余孽 说不定啊 那个小贱人 已经被大卸八块了 不不不 那小贱人 会和前几年的何家一样 会被活生生的烧死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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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哎 嫂子 何处居士这幅画 要不先卖我吧 我可以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三龙大人啊 这 还是等我老公来了再说吧 你老公来不了了 你老公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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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不下 哎呦 吓死我了 你是谁 龙国老王 莫天风 放你那狗屁 老公不是在北京吗 睁开你的公眼好好看看 到底是不是本王 这 这真的是狼王 你们 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该当何罪 拜托老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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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判罪 提香 是你 你是狼王的老师 经监察司调查 战神苍龙 以权谋私 严重违反国法 参与禁品生意 涉案金额高达三百多亿 并且 残忍杀害何云飞 一家老小 一百三十余口 我勤修 身为百疆监察使 有学先斩后道 今日 命狼王斩杀苍龙 而等 可有异议 可有不服 秦枭 你别装神弄鬼的 你不就是个土包子吗 各位 大家千万别相信他的 这个狼王 肯定也是假的 你说什么 你也别扯女人 你赶紧给我闭嘴啊 林家主 这个秦枭 他就是我三天的女婿 你相信我 他绝对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 我 这块是我的 拼什么给你 如果不是看到你和云云有血缘关系的混声 你已经下去黑苍龙了 秦枭 我不管你是谁 赶紧放了我嘛 否则我爸来了 你必死无疑 你爸 不刀啊 他回不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爸他已经自权心碎了 当年 何云飞一家老小惨死 和你们有关系吗 地上 地上 我错了 我错了 都是藏龙和胡道逼我们干的 你把我们当两个狗放了 好不好 对对对对 你要什么我们什么都给你 只要地上能说我俩一个狗命 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谁能捡起匕首杀掉对方可活 哈哈哈哈哈哈 老师强弄了 我想弄了 却死了 我 你 我先 我听你张管家 地上 地上 我已经把他杀了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你做的不错 可以活 不过 我要让你为何家一百三十余口守灵拜年 死后 不得了 地上 你不得了 老龙 把他带去乱葬走 是 老师 还有夜龙 该怎么够理 夜龙 啊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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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别伤害夜龙 我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 公事公办 查试都会干了些什么 如果是死罪 就地枪决 是 你赢了 你赢了 他赢了 他赢了 不要让你走 他赢了 你赢了 时候不早了 我该回家了 不然云云该担心 走了 哎 老公 你说如果那幅画没有被孙丽的那个野男人抢走 我也就不用戴这个杂牌项链了呀 是啊 孙女这混账东西 亲家 什么画 很值钱吗 和宿居士的画价值三十个亿 你说值不值钱 我儿子的画这么值钱了 你 你全敢骂和宿居士 出去 给我出去 我们孙家不欢迎你 我没有骂他呀 和宿居士 就是我儿子秦宵 你放屁 和宿居士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亲家 是真的 秦下一和 宵下一宿 这不就是 秦宵吗 秦下一和 宵下一宿 我回来了 这怎么都这么可能 来来来来快去去 渴了吧 我刚给你泡好了 我珍藏多年的老茶 快去尝尝 哎呦 我的宝贝女婿 你没吃饱饭吗 妈给你煮碗汤喝吧 和宿居士 你到底要撞到什么时候 你们都知道了 臭小子 你就是和宿居士 瞒得我好苦啊 我一直跟您做的时候 是您不相信我 你还吼我 来来来 快点去 快走快走快走 云城三大家族 举办的苍龙战事 迎接宴会上 罗家家主 被林家家主所杀 通过现场直播画面 他们似乎遇到了一位 自称百姓监察师 和狼王的人 下面 我们请看看这段视频 哎 请下 这不是你们 这一群傻 搞不些封印了 他看直播 你想 他保密工作没做好的 明天这云城 可就热闹 京东那几位 孤弟已经连夜赶 来了正好 则事不是壮事 我和云的婚礼 就去云城 约 不云 不云 啊 狼王 百姜监察师 和树居士 我的个怪怪 七大狗 你真的是神帝 卢甲包换 那亲家母 你真的是排你天才董事长 千金万确 那我这真的是价值十一的项链 还有我那燕连一寿的草链 十一的项链 完了完了 我呼吸快停了 孩子他爸 你扶着我点 我太开心了 我心脏快受不了了 我扰回你一会儿 没事吧你 你怎么了 我扰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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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扰回了 你怎么办 不能 真的